Yahho!歡迎收看衝浪天堂 我是阿啾 那今天來分享一下使用過後的心得 好我先來講一下這個帽子的優點 它戴起來的話蠻服貼的 然後像風吹啊或者是我們在等浪的時候 真的比較不會忍 像我們的頭啊還有耳朵啊的部分 然後還有像我們前月在戴的時候 也比較不會進水 好再來我來講一下這個帽子的一些缺點 它是缺點嗎?其實也不算是缺點 只是一個不習慣而已 打比方說我們穿防寒衣好了 一開始穿防寒衣會覺得說很勒啊 脖子很勒啊或者是像我們滑水的時候 可能很緊啊 沒什麼力氣滑水的感覺 那這個一樣 它的防寒帽一樣因為它 你戴在頭上的時候 它的兩側 兩側 這兩側 還有下方的部分 它一樣會很包覆你的整個地 所以你會找 你會覺得說它的 包覆性很強 然後也會很緊 很緊 很緊 當我們有些人會找到通道的時候會入影 入影的時候 嗯 咬著 咬著 那個GoPro 所以咬著的時候這邊會覺得說很不舒服 好像有點阻力的感覺 那其實 嗯 你說缺點嘛 習慣它就好 就是習慣它 來我們來近距離看一下它長這樣子 材質的話就是像防寒衣的這種塑膠材質 來近距離看一下 大概是這樣子 裡面 還有一個小冒煙 還蠻可愛的小冒煙 好 再來我們要介紹的是手套的部分 那 這個手套 我們看一下 它長這樣子 然後 手指這邊的話 它有止滑的 這個 反光的 有沒有看到 反光的 止滑的 對 當你在齊寸啊 還是在淺月的時候 其實它都能 做止滑的一個效果 裡面的話是長這樣子 裡面 對 長這樣子 然後是3mm的 然後是3mm的 然後盤手套 這樣去的話 感覺是真的 還蠻保暖的 然後水也不會進去 所以有點就是 因為它是3mm嘛 所以它有點厚 所以當我們在滑水的時候 滑水滑水 有點感受不到 嗯 那個 水的那種感覺 那就是一個習慣 當你習慣它的話 其實就還要 但 嗯 防寒的感覺 真的還不錯 因為它就是 有 比較厚 所以當你在滑水啊 還是在接觸板子的時候 就會比較 沒有那麼的自然 好 接下來我們近距離 看一下這個 手套 材質的話 就是 跟剛剛 介紹的一樣 防寒液的材質的感覺 然後 手的部分 它有這種 紫滑的 亮片 貼著這種 紫滑的膠 裡面的話 就像這樣子 裡面 然後它是有分幾寸的 OK 好 那今天就先到這裡囉 欸 怎麼會這樣 那就走吧 呦 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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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做得好好洗 真的是有啪 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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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哈嘍 哈嘍 我很怕冷啊 哈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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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哈 讓我來啊 哦 哈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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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